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于是庄子就觉得很奇怪啊 他就卷起袖子很快扑跑到前面去 然后拿起身上的弹弓想说找个好时机把那只鸟射下来 这个时候呢这个他又另外呢看见呢一只鸟躲在那个树印里头 一副很舒服的样子哦 然后呢又看到呢一只螳螂呢拿着树叶呢当掩护 就想要抓那只鸟嘛 那眼看着呢这个鸟就很容易抓到啦 所以这个螳螂呢就露出呢这个很喜悦很忘形得意的样子哦 显然呢那只鸟呢不知道说这个他的后方啊 有螳螂想要吃自己嘛 他处境很危险 这个鸟是没有觉察的哦 不过呢这个螳螂呢也忘记了自身的安危 就欣喜着想要去抓蝉的那个样子啊 其实早就引起呢这个雀鸟的注意了哦 那呢这个时候呢这个雀鸟呢就趁机逮住了螳螂 那螳螂呢因为只顾着自己眼前要抓蝉的这个利益嘛 就让他被雀鸟抓啦 不过呢雀鸟呢也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啊 完全不知道说他背后啊还有一个装子有没有 装收呢要取自己的性命啊 那我们故事读到这边呢 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很食物恋的感觉 对不对哦 就是呢最后的那个株栽者好像是庄舟 就是庄子哦 然后接下来呢庄子要打那个雀鸟嘛 然后呢雀鸟呢要抓螳螂嘛 那螳螂呢要抓蝉哦 就一个推进一个的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呢这个庄子呢目睹了这一切啊 后来呢庄子呢这个自己呢就忽然很警惕的跟自己讲说 哎呀没有想到呢这个物类啊 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雀鸟啊螳螂啊蝉啊 这些物类呢从来呢都只是顾着呢 谋取自己眼前的利益啊 从来不考虑说对方的生存 那眼中呢只有看到利益啊 却忘记了自己的身后呢可能早已存着这个巨大的祸害 于是呢这个物跟物呢彼此相牵引啊 争夺不休 那难道这一切不是相对的吗 所以这个原文里面写说这个物跟物之间呢 相累啊相照啊 后来想通了这一切之后呢啊 这个庄子呢就丢了这个弹弓呢赶快往回走 那呢这个时候呢刚好碰到呢 管这个利子园的这个守卫呢一路追赶过来 那就认为说庄子呢是想要偷这个利子嘛 那呢就赶快大步逃跑啊 所以那个守园子的人就狡他这样啊就骂他 那庄子呢这件事就了啦 他回到家以后呢就整整三天呢 心情都非常差 那他的学生呢这个令血呢就跟着他就问老师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几天呢都这么样的不快乐呢 那庄子就回答说呢啊 我自顾自的呢和外在的事物呢相接触啊 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 那当我已经习惯看惯了这个浑浊不清的水啊 对清淵啊这个干净的水呢就不免感到迷惑 那庄子就自己回顾说我曾经听说我的老师告诉我说到一个地方啊 就要遵从当地的习俗啊 就是要入其俗从其俗啊 那现在呢我到这个凋零呢游玩啊 去那个栗子园玩嘛 那忘记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啊 所以当我自己遇到这么特别的这个雀鸟呢 撞到我的额头的时候呢 那我只想着说哇这只鸟很厉害很神奇 对不对 我想着呢自己进到果园里头玩呢 要把他打下来拿弹弓把他打下来 却没有想到说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呢 是不合于当地的人的习惯啊 其实呢你是不可以带着弹弓去进人家果园的 这是不行的啊 那呢这个庄子就说 这也等于说是呢 我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本最真实淳朴的性情 才会让管理子园的人呢 以为我想要偷果实 甚至于来苛责呢来辱骂我 这些呢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不快乐的原因啊 那其实这个庄子说到这里呢 就没再说了啊 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啊 那呢不过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呢这个庄子认为说他自己是犯了呢 手行忘身的错 守住自己的形体忘去了这个身是身体的身啊 庄子自己反省说呢 他原本只是想要到栗子园玩嘛 其实是没有想到其他的啊 但是没想到说意外呢 遇到这一只呢很特别的雀鸟 然后呢看到这个雀鸟呢 忙着要追捕螳螂 然后呢螳螂呢又捕蝉的这一幕 他特别呢心有所感 所以呢他一方面呢觉得那个雀跟螳螂呢 是建立妄害 那守住了这些物形 那忙着呢自己想说也要摊看风景嘛 或者是呢就起了一个不好的意图呢 要去打下那一只雀鸟 但是他其实就是去指责这个物类的时候呢 却忘了自己 因为对人来说啊 对他自己来说其实也是像这样子的 庄子拿着弹弓呢到人家园子里面 却忽略了说其实应该要遵守呢 这个粒子园里面的一般规范 那这个原子的一般规范是什么呢 就是不能拿弹弓进去啊 对不对 这就是自己应该要做到的嘛 我们这个俗话里面常常有说 瓜田不纳履 里下不正贯 对不对 你就去人家这个瓜田 西瓜田里面 然后呢你说你在穿鞋子 你很容易被人家误会说你要偷西瓜嘛 那你在这个里子园下面呢 正贯 就是你想说你要整理整理的帽子 你很容易被人家误会呢 说你是要偷里子嘛 那你今天庄子去人家果园呢 这个带弹弓 栗子园带弹弓 这什么意思 就是很有偷果子的嫌疑嘛 对不对 那这就是旺生 那呢所以庄子虽然知道说 啊螳螂啊 这个雀鸟啊 这些都是竹笠 但是他自己也犯了一样不避嫌的毛病啊 那你说你没有这种坏心眼 问题是这个守园子的这个鱼人呢 他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那呢 所以他被管园子的人骂啊 这也是应该的 因为那个人他其实不会了解你 庄周呢 其实是没有坏念头的 所以文章里头就说 关于浊水 谜于清淵 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另外呢 第二个层次呢 庄子还进一步说 他去凋零完 是忘无声 就是没有能够照顾到事件背后 应该要考虑的层次来说的啦 有一点类似像是这个故事里面的禅 就是当下呢 能被树印呢 遮到阳光啊 那能够就已经觉得很开心了 他忘记说呢 即使是要去玩 也应该要考虑到呢 其他周围的事 然后呢 庄子又说 他到栗子园 然后被雀鸟呢 撞到额头的事 这个原文里面是写说 是翼雀 是一只很特别的雀鸟 这是忘真 就是这是从他看到呢 螳螂捕蝉 翼雀在后 这一连串呢 生物的掠夺来说的 这有一点像是雀 因为庄子只想着呢 蝉啊 螳螂啊 雀啊 这些都很糟糕 没想到说 他自己也是这样 也没比这些动物呢 高明到哪儿去 所以他被呢 管原子的人骂 被误会 其实就只是刚好而已 这个说穿了 其实就活该啦 那庄子呢 自己反省过后呢 觉得很不开心 问题是呢 这个不开心哦 还不是别人害的 不是那个守原子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愚人的错 全是自己呢 忘形忘真的错 那所以这种乌鸟呢 有没有觉得 就是加倍的乌鸟啊 那这种乌鸟呢 就只能放在心上呢 闷闷不乐啊 所以自己呢 觉得就是不开心 但是也没得说 所以庄子对他的学生呢 这个另且解释说 自己为什么不开心 说自己呢 犯了手形忘身 忘身忘真的错 所以不开心 那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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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的这个手形 忘身 这个忘身忘真 看起来好像是两件事 两个层次 其实不是的啦 其实说到底呢 就是忘身忘真啦 忘身就是手形啦 好所以记住哦 这里不是忘形哦 这个在我们平常里面讲说 这个得意忘形哦 这个是不好的意思哦 但是在庄子里头呢 这个忘形其实是好的哦 忘形是忘去形体嘛 那因为庄子认为说 形体会给我们捆绑哦 但是这个忘形呢 我们就在这一讲里头呢 就先不说了 这里说的是手形 你手形忘身 这样子就不好 因为忘身而带来的忘真 那当然就更不好啊 这次就庄子呢 从人的角度呢 来看的哦 另外呢 如果是从蚕呢 跟螳螂跟雀鸟的 这种动物的 物的立场来说呢 也有忘形忘真 因为不论是蚕啊 螳螂或是雀鸟 都是只有看到眼前的利益嘛 是见得见利啊 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忽略了身边的危险因子啊 那蚕要乘凉啊 没有看到旁边的螳螂啊 螳螂要补蚕啊 忽略了旁边的雀鸟啊 雀鸟要抓螳螂啊 忽略了旁边拿着弹弓的捕鸟人 在这边就是这个庄子嘛 当然呢 对螳螂呢 跟雀鸟来说呢 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呢 去抓蚕啊 抓螳螂 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啦 但是呢 庄子呢 在这里啊 没分得那么细 他只是强调说呢 在满足呢 眼前很明显的这个利得利益以前 或者是呢 获得一个突如其来的好处以前呢 得先停下来想想看 会不会因此呢 损伤了自己的本性 失去真性 那会不会呢 因此呢 妄真 妄真 如果一下子呢 太冲动啊 急着去做 去抓蚕啊 捉螳螂啊 很可能呢 反而会让我们自己受难 那这个 这个难呢 比起先前的得啊 可能是亏更大的 所以这个 螳螂捕蚕呢 异雀在后的故事呢 基本上我们一般也就是这么理解了 不过我们平常啊 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都是只有听到呢 这个 螳螂捕蚕呢 这个异雀啊 原文是写异雀 那后来是写 黄雀在后 就只有讲到这边为止 后面的这个 庄子的反省呢 我们大部分的时候 是没有读的啊 不过呢 这个故事呢 如果只有读到这里的话 那就太不庄子了啊 我想呢 其实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没有发挥呢 到庄子的意思啊 因为在这个故事里头呢 庄子对他学生的回答 才是这一则呢 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平常呢 只用呢 这个螳螂捕蚕呢 黄雀在后呢 来概括这个故事 说这个 这样的人呢 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益嘛 那忽略了往后的祸患 其实呢 还不算到位 因为这个故事的后头呢 庄子呢 特别提了他的老师说 这个老师提到说 这个到一个地方呢 要入其俗呢 从其俗 那有人说呢 这个庄子说的这个老师呢 指的是老子哦 其实呢 我认为应该不是哦 就是庄子就是特别提了 他老师说的话 那这段话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就是入俗从俗 问题是这句话 其实是很有味道的哦 我们平常总是认为说 到家的人是很率性的 对不对哦 然后很不拘这个世俗的规范哦 从这两句话 这个庄子特别引用他老师说的话 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 就是说庄子也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要入俗从俗啊 要随顺当地的环境的要求跟规范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要入境随俗的意思啊 而且呢 他还表示说 要守规范 守俗 从俗 其实才不会犯了忘生忘真的毛病 甚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说 在这边呢 守俗 从俗 就不要带着弹弓呢 去人家的粒子源呢 那你就不会被误会成偷果贼嘛 那你庄子的不快乐就不会发生啊 所以像这样子呢 就可以减少自己生命啊 心灵受伤的机会 那当然是很好的嘛 所以有没有发现 其实 道家所主张的 在庄子 这个故事里头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呢 其实遵守规范 这是按人家的规矩去做呢 其实是很好的耶 那对道家来说呢 追求全服生命的自在逍遥呢 是他们毕生的最高的追求 所以在庄子的第一回啊 第一篇呢 就是叫做逍遥游 问题是生命要怎么样才能自在逍遥呢 除了我们前面几讲呢 谈到的这个达生以外啊 要畅达全服的生命以外 那在这一则当中呢 谈的这个手针 手生 也是一种达生的功夫哦 这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啊 不要呢 只看到呢 眼前的利益 忘记呢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对不对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你怎么会懂得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后面的回答 告诉我们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啊 其实是透过呢 观察环境 随顺呢 一般的规范来的 如果说呢 我们忘记呢 入俗 从俗 那么 很可能呢 手伸 手针 就会把握不住 所以说啊 随着这个环境的不同 就是风俗 就是风俗 习惯的这个不同啊 那庄子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随顺那个俗 俗是什么 俗就是风俗习惯 法则嘛 随顺 依从 那个法则 甚至于是禁令 就是规定什么 人家规定是怎么样 你就按照 按照那个规定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呢 做到呢 手伸 手针 那这个故事的最后啊 这个 庄子呢 在一番呢 又觉悟呢 又惭愧的 自我反省当中 结束了 那呢 这个庄子解释了 他为什么自己觉得 不快乐的原因啊 那庄子本来是要去 游粒子园嘛 结果没有能够游好啊 然后没有能够游的逍遥啊 所以这里头也就说明了 要游逝 逍遥于人间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啊 别人都是拙的嘛 拙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蚕啊 雀鸟啊 对不对 螳螂啊 然后呢 其实说不定呢 你自己呢 是迷于清冤啊 也有同样的毛病 道家当然也谈人生 要努力追求啊 不过呢 他谈的那种努力 其实不是我们 一般意味下的 那种可以工具化的 可以具体量化 标准化的指标 道家呢 比较多呢 重视的是 那个抽象意义的追求 这也就是说 这个道家的文本 比较困难理解 比较让人家觉得 不太容易懂的地方 对 因为你看 这个螳螂捕蝉的 这一个故事里头 你完全可以说 那如果说 我们是处在 这个螳螂捕蝉 的这个四成的环节里头呢 那么 只要我当 那个最后的捕鸟人 那我就是 中场胜利者啊 对不对 我就是最后的 大赢家啊 那问题是 你怎么确定 你自己是捕鸟人 你怎么确定 你自己不是蝉 还是说 你根本就是螳螂 你不知道后面还有雀鸟耶 所以说呢 如果把这一则呢 解释成说 当我们为了要完成 既定目标呢 努力以赴的时候 其实 很容易会犯了呢 见利妄议 沾前 而且不顾后的毛病 所以说呢 如果能够以更高呢 更宽广的观点呢 来去看待事情的话 跳开视野狭隘的这个局面呢 很容易呢 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盲点 不要呢 冲动行事 请注意哦 看到盲点啊 其实 是很困难的 那有很多人就开玩笑说 对啦 突破盲场嘛 不过呢 这种解释 虽然是没有错 但是 没有很到位 因为 庄子还有特别提到说 要沾前 沾前顾后 不要莽撞行事 这样的一个准据呢 其实是参考呢 入俗 从俗啊 看看当时的环境 隐藏版的规范 就是那个地方的风俗习惯 当地的规章啊 所以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看懂场域啊 看懂那个外部规范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怎么会知道说 你是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你是哪一个角色 你其实不知道嘛 那你要怎么样 有机会可以知道呢 你自己身处哪个环节呢 庄子就说 要看懂场域啊 看懂环境啊 看懂规矩啊 故事里头是说 去栗子园玩嘛 那如果说是我们上班的地方呢 是我们的工作场合呢 那如果说这个场域呢 变成是我们跟其他人相处的环境呢 那谁是螳螂 谁是黄雀 不是要很仔细观察 这其中牵制 或者是被牵制住的情况吗 对不对 那么你再想想看 然后呢 我们不管呢 是不是自觉的 要进到人家的园子里 你总之进去了 就得遵守人家这个场域的规范 这个场子里头啊 有场子里头的俗语 得入俗问俗嘛 而且还要从俗啊 但是遵守这些俗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服务自己嘛 服务我啊 就是原文当中的无啊 这个服务无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丧失了无的真性 就不要丧失了我的真性啊 真性是什么 就是我本来的面貌是什么 这才是呢 这个人一生一辈子要追求的 庄子也认为说 这是真正的追求啊 这个庄子特别体悟到说 人啊 只有实时保有真我才能够不被外物干扰 如此呢 也才能够呢 避免祸害 保有呢 真性望生的这个修养功夫 当然你说呢 当然你说呢 那个保有真性啊 就演变出这个后来我们现代生活里面 改用在这个出兵征讨上面啊 然后忽略了大惑啊 最后果然呢 就断然停止了公储的计划 那吴王最后感到悔悟跟惭愧呢 居然和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庄子呢 其实结局是一样的哦 不过这个各位可以发现 当然庄子谈的境界是比较高的啦 因为吴王是要在战争上面得胜嘛 那他怕说自己不会获胜啊 所以他就不出兵了 然后跟着庄子去讨论这个生命的境界 这是很不一样的哦 以后我们讲说这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或是只用螳螂捕蝉这样一句 都是用来奉执那一些 就是只顾眼前利益 不顾身后祸患的人 或者是针对呢 这个鼠目寸光啊 历令至婚呢 不顾后患这类的人提出一些警告 不过呢 今天你因为听了庄子原点的故事嘛 对这个成语啊 就不要只有停留在我们平常的解释而已 还要再多一点思考呢 忘身忘真会带来生命的伤害 并且呢 想一想呢 如何透过呢遵守规范 观察环境 最后呢带来保身 守真 守住自己生命的本来面貌上面的思考 这样子呢 才不会呢 只是流于一种呢 表浅的理解而已哦 如果用这个很口语化的话来说呢 就是说要学会呢 看懂场域 遵守规范啦 好那么故事呢 先讲到这里 我们来整理一下呢 今天的重点哦 那呢 今天的重点呢 有几个 第一个呢 螳螂捕蚕呢 的四成说 就是从捕鸟人 到雀鸟 到螳螂 到蚕 这样子总共有四成 对不对 那么这四成呢 其实可以启示我们说 在人间事里头啊 处处有陷阱啊 你不要自以为呢 自己就是那个捕鸟人 另外呢 庄子告诉我们说 手行 妄生 妄行 妄性 都会造成呢 身心生命的不快 跟受伤 所以呢 处于像这样子的一个乱世呢 那么螳螂捕蚕呢 就刚好是一种呢 避害术啊 在原文里面呢 他用了这个着水 跟清渊来做对比啊 这个着水呢 其实就是在讲乌着的 人间事啊 这个碰到像这样的一个着事啊 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有什么积极作为了 最大的能够保护自己的方法呢 就是 退避 换害 能够伤害我们的 祸患啊 伤害 你都只能够选择这种消极的退避的方法 最后一个呢 庄子告诉我们说 遵守规范啊 这个观察环境 入俗 重俗呢 可以带来呢 保身守针的好处啊 这也是呢 游式 逍遥人间式的可行处方啊 那呢 我想呢 整个 庄子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逍遥游嘛 逍遥游呢 庄子比较告诉我们的是一些 退避的作为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感觉是消极的作为啊 不过碰到污浊的人士呢 恐怕也没办法太积极啊 各位你看我们很想在这个 现代的生活里面呢 找到一些积极的可能 看看能不能呢 有不要戴口罩的一天啊 不过这些事情呢 恐怕也得呢 慢慢的开展啊 好咯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